严峰洋,你放过我吧,你可以有大把的女人,只求你看在我贡献的份上,放过我,我不是大度的人,我的男人必须干净,否则我会恶心的 正儿,你相信这吗?能听这说吗? 相信他吗?除了有点不干净外,这男人其实还是不错的,要不给他一个机会 你说吧,我要听实话,若有半句谎言,你从这里搬出去,我们当真正的合作伙伴 好,正儿,我告诉你,属于你之外,我从来没有宠幸过这后宫任何一个女人 别说宠幸,只要她们一靠近,我就会恶心,想吐,也就只有你,明明我心里有点恨你,可是你却总是吸引我 甚至我多次告诉自己,我有我的小正儿,我是不会爱上你的,可我知道,我骗不了自己 那次你得下山下之时,我脑子一片空白,那一刻我知道,我不能没有你,我可以没有小真儿,但我不能没有你 你放心,以后你不想再生孩子,我绝不逼你,都有你 此生有天儿与月儿,正满足了 什么意思啊,这男人说,除了我外,他从未宠幸过任何女人,哼,很鬼哦,刚才觉得他可信我 哼,相信男人的嘴,不如相信世上有鬼,反正别人用过没用过,谁又看不出来,又不会客气啊 杨凤阳,你骗谁呢,说你没有宠幸过李平,他怎么会怀孕呢 你别告诉我,没有男人,女人也能怀孕啊 正儿,那天我就说了,我不喜欢别的女人,你现在还要这样问我 是不逼我自己说戴了绿帽子,你就不罢休是吗 坏女人,你这是要接朕的老底 朕应该是这个世上,唯一一个活着就戴绿帽子的皇帝吧 好了,朕的底都被你掀了,可以不生气了吗 以前是朕的错,让你们母子在冷宫受了苦,是我对不起你们 朕愿意用余生来补偿,发誓此生只会有你一个女人 若有违背,不得好死啊 正儿,转过身来,看着朕,告诉我,你愿意原谅朕 李平也给皇上戴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这人的胆子也太大了,绿帽子戴了也就戴了 反正皇帝也不用的女人,没必要替他守着 可是搞出一个孩子来混乱皇帝血脉,这就是罪怜九族之事啊 怪不得这男人直接灭了李平,李佳人也被贬出了鸡 正儿,看着朕,告诉朕,你愿意给朕一个弥补的机会 我就不看你,就不看你,我就不看你又如何 你不看朕没关系,以后就让朕来看着你们母子好了 除了你们,朕谁也不看 男人的嘴骗人的骨,得牢记 燕凤阳,记着你今天说过的话,若做不到,自己去跟德公公做伴去 朕儿,此生只想宠你和我们生的孩子,绝不辜负 我饿了 朕的誓言,比不上皇后的一顿饭 来人,准备好膳食,皇后饿了 是 朕儿,以后别吃脚下床,这天气已经转凉了 这才中秋呢,哪里就凉了 还不是你,不是你找势头,我能吃脚下床吗 好好,是我是我,怪我怪我,以后我绝对不再犯了,别生气,别生气 这男人 燕凤阳,以后不要辜负我,否则,我,我会杀人的 朕儿,若真变心,你就用他杀了我,我绝不反抗 好,我是认真的燕凤阳,请记住,若相复,绝不扰,若相爱,倒白头 若相复,不用扰,若相爱,倒白头 这男人 宁一针的鼻子酸得不行,眼眶瞬间就红了 傻朕儿,干嘛要这么感动啊,这不是朕应该做到的事吗 我想感动不行吗 行行行,朕儿做什么都行,若是朕儿愿意做龙椅,朕愿意相让 做美梦,这是你燕家的江山,我才不当老黄牛 老黄牛,正儿,地位在你的眼中,竟然是条老黄牛 这话要是让那些有野心的人听到了,怕是得吐血了 不是吗,人生短短几十年,吃就一张嘴,住就一间屋,睡就三尺床 这么累做什么,权力在你们男人的心中可能重要 可在我的心里,远没有快乐,健康,幸福,儿女,亲人重要 燕凤阳,你的江山你负责,可别想把我拖进去 我能帮你的一定会帮,但以后,可不要说什么把龙椅让给我 我可不想当女帝 朕儿,等天儿长大了,真陪你看天下 好,野心不大,家和天下,宁一针点头硬了 顺势有点点饿了 饿了,就吃呗,又不是没有 咻 可梅容她说完,燕凤阳迅速地打断了她的话 不用拿碗筷了,正儿,你喂我几口就行 我喂你 嗯 开了婚的男人,智力就会下降吗,还让人喂 皇上,你自己吃不香吗,我自己还能吃饱呢 不香,只有皇后喂的才香 正儿,你喂朕吃饭好不好 懒得理你,燕三岁 燕两岁,三岁不用喂了,两岁才要,真连两岁都没满 啊,这么幼稚 你这样子,我怎么感觉一岁都没满呢 皇上,这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 燕凤阳就是想尝尝自家皇后喂饭的感觉 朕这辈子,从来不知道被自己喜欢的人喂饭的感觉如何 小时候,我只有如母陪着,也只有如母给朕喂过饭 就用皇后手上的筷子 我吃过的,上面沾了口水 朕喜欢皇后的口水,一辈子都想吃 嗯,皇上,这里不止我们两个人,别说这种 他们愿意听就听着,不想听就滚出去 朕是皇帝,你是皇后 夫妻说话还要估计是别人吗 方大爷,你带着他们滚出去,以后没有朕的命令,不许进来 皇后娘娘,奴才几个,宁酒刀聋了,瞎子,你哑巴行不行呀 是,奴才马上滚蛋,都出去 爷凤阳,你丢不丢人啊 不在乎 好吧,这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他是拼不过他了 张嘴 竹子,那小名字的情况,已经查清了 哦,真的查出来了 嗯,查出来了 那就好,忍太久了 啊,秋月,现在轮到我们当主场了,准备开工吧 赶紧让人把消息透露出去 竹子,现在吗 对,就今天吧 他想活,我就不让他活 秋月,你这样去做 秋月知道,皇后娘娘的耐性,怕是已经耗到了极限 听完之后立即表态 属下明白,一定让那些大臣都知道 嗯 第二天早上,朝堂上是一片嘲嚷 皇上,如此大事绝不可不惜呀 这孩子若生下来了,皇室的威仪何在 是啊,这也太丢人了 先帝已去多年,太后后宫生死 这是天大的丑闻呢 昨天晚上,他们收到的这条不知道从何传来的消息后 几乎是一个晚上没睡觉 太后有孕,这可是天大的丑闻呢 燕凤阳没有开口 冷眼看着朝朝们,叽叽喳喳的 他知道这是他家皇后开始行动的 安静,安静 众爱卿,朕不知道是何人侮辱皇室 这事,朕定当戏差 不管真相如何,朕都会给众爱卿一个交代 皇上,臣相信这事绝对是故意侮辱皇室 应当先把这人给抓起来 给他治个侮辱皇室之罪 行,这事绝就要刑部去办 臣领命 皇上,这事闹得太大,抓人要紧 澄清太后的清白更要紧 臣提议,太后以无名氏的身份请人把脉 大家当场作证 若太后是清白的 一定要把这侮辱之人诛灭他的九族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不好了,不好了呀 什么叫不好了,这么鬼叫鬼叫的,归去哪去了 臣香,你也是宫中的老人了,这么慌张是为了何事啊 太后娘娘,您怀有身孕的事情,满朝文武都知道了 不可能 太后娘娘,现在朝堂之上已是朝成了一片呢 白大人与唐大人以死相见 让皇上必须把太后娘娘您带去大殿上 让众位太医来把脉呀 什么 让他上大殿,然后让所有的太医给他把脉 太后娘娘,说皇上带着人过来了 明天早朝时,让太医当场给您把脉呢 您快点跑吧,要不然呢,可就来不及了呀 是谁 到底是谁把事情透露出去的 我的太后娘娘,现在是找这个叛徒的时候吗 你要赶紧跑啊 要不然老奴一家人的性命可就全部不保了 虽然陈嬷嬷并不知道捉了他陈家人的人是谁 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非要让自己劝着太后娘娘出宫去 但是他知道,太后娘娘是要倒台了 他除了背叛,也只能背叛了嘛 太后娘娘,咱们暂且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现在不走,可就来不及了呀 留得青山在,也不怕没柴烧啊 等着事情一过,您还是皇上的娘 谁敢不让您回宫啊 走,小明子呢 小明子从暗道去准备马车了 太后娘娘,您就快着点吧 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 之前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鱼下的都是拿不走的 走 一行人匆匆忙忙的入了暗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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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